來,請示次長 蔡偉大,次長早 中國醫藥大學的講座教授 林昭庚 他是全世界 中醫藥推薦的針灸博士 他也是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 第一個 接受到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邀請 要到亞塞拜蘭去參加 所謂的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會議 結果 聯合國會邀請他去了 亞塞拜蘭居然不給他簽證 去年 亞塞拜蘭 也拒絕了我們一個旅行團 已經到了他們的機場 到了亞塞拜蘭的國內 結果整團被拒絕進入 為什麼 台灣人出國 不是商務考察 就是觀光 就是花錢 要不就是開會考察 亞塞拜蘭為什麼拒絕我們入境 為什麼 為什麼 是中國的因素嗎 為什麼 你到立法院來都沒有做功課 很抱歉 因為這不是我主管 最近這麼大的新聞你當次長不是你主管的 歐洲司上來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市長要來立法院都不做功課怎麼可以 報告委員 我是亞非斯的副市長胡正浩 這裡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亞塞拜蘭這個 他並沒有給我們這位學者的簽證 這個事情其實 為什麼 我知道你們很努力 這個林昭庚博士很感謝你們 你們很努力 沒有錯 我要知道原因 為什麼不給我們簽證 這聯合國邀請他去 現在這個亞塞拜蘭 有沒有其他因素 你告訴我們原因是什麼 目前來講 應該 我們認為這個 還是沒有 直接的 可以證明說是有 有全世界那麼多國家都歡迎我們嗎 給我們免簽證的國家嗎 為什麼亞塞拜蘭不給林昭庚博士簽證呢 他是聯合國邀請他去耶 理由非常正當耶 而且這個是聯合國在亞塞拜蘭 召開了一個會議 為什麼 要求林昭庚要提供他國的護照 才要讓他入境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歧視我們中華民國護照 你總講個原因吧 我以為這個 我們的這個研判 他基本上這個亞塞拜蘭 因為他是自我一個設限的一個情形 並不是 並不是說 他不承認我們中華民國護照 是不是 是不是 這個承認不承認 這個是他們 奇怪耶 你這個國家在拽什麼 喬掰什麼 我們的理訓團要去花錢耶 結果林昭庚博士也是去考察去開會耶 居然不給我們護照 不給我們簽證 你那我再請問你 全世界到底還有多少個國家 不給中華民國護照 承認的 市長 難道還要我告訴你嗎 報告委員 我相信這個 舉舉個例子來聽聽看 我想 目前的情況 多數的國家 對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護照 你舉幾個國家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 不讓我們進去 目前對岸當然是 對岸 中國大陸 當然是 目前他們的 作法 不是中國大陸啦 其他國家啦 其他國家 我相信 像剛剛委員提到那個 亞塞拜蘭 這個我相信是 我們可以透過 你都沒有做公告 我告訴你啦 波利維亞 不給我們簽證 不給台灣人 拿中華民國護照入境 我再告訴你啦 委內瑞拉 也不給我們進去 我再告訴你啦 巴基斯坦 也不給我們進去 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 我們去這些國家不是去打工耶 不是去賺他們的錢啦 那這些國家怎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 我們要找他的原因啦 是一個中國的因素 那其他很多國家都歡迎台灣人去啊 而且給我們免簽證的國家已經高達一百三十幾個國家 那這次這個林昭根博士齁 到亞塞拜蘭去啊 這次聯合國邀請他去都不給我們簽證 而且去年的九月份 有一個旅行團喔 已經到他們的機場 到他們的首都啊 叫巴庫機場 結果整團都不讓人 旅行團進去啊 只讓其中有一個有 新加坡護照的台灣人 可以讓他進去 這是歧視我們嗎 啊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外交部 你要想辦法啊 對 報委員 我想這些改善 這個 我們要找出原因啦 原因是什麼 這是我們持續性的重點工作 如果是他們自我設限的話 這個實在太奇怪 因為我們一定會 因為我們一定會 想辦法 台灣人是去花錢 不是去那邊打工 亞塞拜蘭有什麼好拽的 我們要去那邊打工嗎 不可能去打工嘛 我們都是去花錢的 結果卻不讓我們的博士啊 林昭光博士 全世界非常出名的針灸博士 他可以受到聯合國的邀請 非常的高興 我覺得是台灣之光 那外交部也很努力啦 林昭光博士告訴我說 你們幫了很多忙 但是他就是不肯 那不肯我們把原因找出來 設法排排那個原因 我們要這樣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出國 到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走得通 這是我們的光榮 那這些我剛剛點的國家 為什麼不給我們進去 是不是我們做錯了什麼 我們曾經 捲入人家的政爭 像柬埔寨 他也都很歡迎我們的護照啊 他也都歡迎台灣人去啊 為什麼 玻利維亞 亞塞拜蘭 巴基斯坦 維內瑞 我隨便取就四個國家了 我還在找啊 為什麼對我們那麼不友善 我希望外交部 努力 所以我們來持續來 加緊努力 那看能不能促成啊 我們林昭光博士可以到亞塞拜蘭去 好不好 那我請兩位大使 看起來兩位大使都很認真啊 很努力啦 我看看剛剛那個謝大使啊 可以不用看 可以不用看你的今天的書面啊 然後啊 完整的新加坡的關係都講出來 我看起來兩位都很認真啊 但是因為你們的認真努力跟態度啊 都被你那個豪華奢侈的官司啊 給抵銷了 我對你的看法 我先請大使啊 你一定要 兩個大使 你一定要有用詞的官邸嗎 你用詞的使用力高嗎 我跟蔡委員報告 我們沒有用詞 你沒有用詞嗎 我們是service apartment 你一個月的租金多少錢 我八千二 多少錢 八千二 二十五萬左右 你不覺得太奢華一點嗎 我跟委員報告 可不可以再降下來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不是真的經不起這樣的揮霍啦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住的地方 我是承襲前任 但是 我的對面 我現在就問你 我們不追究責任 能不能再調整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揮霍不取啦 現在 財政資料的會很辛苦 以辦我來講 他的房價房市持續高漲 如果你要換 只有增加不可能減少 能不能再調整 能再減 減一點 那我請那個謝大使一下 那你就嚴重了 你的問題太嚴重了 一個月一定要六十九萬多嗎 呃 台幣六十九萬 你住在那裡一個晚上 你會覺得不安 對國人會不會覺得拍喜這樣 我絕對會 把這人民的感受 永遠放在我的心裡面 但是 新加坡的負價 只能夠讓我努力工作 來創造高附加價值 我已經剛剛講過了嘛 那麼 我肯定你的態度跟你的工作 但是就是因為你那個六十九萬多 每一個晚上幾乎要兩萬多塊的房租 但是新加坡 這個官邸 我的心太失望了 他只有七百多平方公里 他的外商有兩萬六千家 七千個多國籍公司 在新加坡營運 也因此 這個大使館的這種 Level的房子 他的價格就是三萬以上 我這個還是 我這個還是 呃 我在那裡利用這個機會 來説明 這個房子之所以為大 就是因為我們 跟現在的屋服 你真的認得他的利用力 利用力 足以讓 你來做這個大使的工作 我們絕對會發揮他的作用 啊 絕對會發揮他的作用 那不能再檢閱一點嗎 那麼檢閱實在是 我們現在真的 沒有辦法這樣子揮霍 我也了解 但是我們可以 更多的價值來 那你還有 還有大使館都還沒有算 你光是官邸就七十萬的房租 這不是官邸 這是一個職務宿舍 那麼是要執行職務工作的一個場所 那麼 那麼 那你到底想辦法檢閱一點嗎 這個屋主對我們有相當的感情 他為什麼會這麼大的房子 吃我們 那樣的一個價格 已經是 給予對台灣的特殊感情給我們了 那你一定要住在這個地方 才能夠辦公 才能夠執行職務嗎 不是說 因為要這樣我才能夠執行 而是說 有這樣的場所 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不能夠檢閱一點嗎 不能夠檢討 再檢閱一點 不可以嗎 但這個價格已經是 歷任來最低了 那你也可以搬 遠一點嗎 搬遠一點就要三萬 蛤 就要加上去了 今天我能夠住到這個完全是 那你是越 離市區越近越便宜喔 離市中心越近越便宜喔 你現在又是這個樣子 離市區越遠就越貴是不是 但是 要了解就是說 整個新加坡就是一個城市國家 沒有批評嘛 我就肯定你的工作態度 肯定你的工作能力 但是說 我們現在真的揮霍不起 能不能幫國家再省一些錢 我給委員一個資訊 美國國務院 對他的住外人員 總共有795個外管 新加坡 他的房租的津貼排名第五位 在795個國家城市裡面 台北市排名是第三百二十二位 那你不能再檢驗一點嗎 樓下搬到樓上 想檢驗啊 或者是搬遠一點 郊區一點 在96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官邸 職務宿舍就已經是三萬新幣了 我現在是兩萬九 而且 我的房屋的保養費 那個 不必支付 所以實質上 是比兩萬九還要再低 我還是勉勵你們兩位啦 能夠檢驗啊 要盡量檢驗啊 但是我檢驗的結果 面積下是仍然那麼大 不要以這個面積下 就要省啦 會省就要省啦 行情做工具這對啦 我要給你穿上 在職務宿舍 憶恩審兵庫會綁到節省經驗 今天可以省的就要省啦 那一國七十萬的租稅 我聽到我實在是晚上睡不著 好我睡在那 我身體很不安 所以要努力工作 分割房間 努力工作是一定要的 你即使住在樓上 你也要努力工作 你即使那兩千塊的房租 你也要努力工作 這個名子名高嘛 對不對 國家奉路嘛 你當然要認真 說能不能再檢閱一點 去努力看看 能不能把它縮小一點 或者檢閱一點 好不好 謝謝 可不可以 我們會來努力